台股新攻略 帶您掌握全世界 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華信投股 曲領泰 感謝你每天準時的收看 明天再拜了 又禮拜了 你又兩天休息了 那阿兜阿高爾 昨天美股強力反彈 美股大反彈 那當然反彈 我們還是要了解一下 反彈到底現在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我經常跟投資朋友講說 反彈了啦 那你反彈你要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現在的反彈 到底是對還是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幾個東西大家必須要了解的 我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觀念 你腦機裡面稍微想一下 股票市場上 那股市 股市如果不好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就會漲上來 那個漲上來的 它就叫做避險 就叫做避險 大家聽好嗎 你說老師你講這個話 好 那 但是這個股票跌升了也會反彈 那避險的如果沒有大跌下來 或者避險的還在漲 那這個反彈 股市的反彈 你就不能把它當做回升 好 那我講一個東西給你聽 我們最簡單的 2008年的雷曼兄弟 的一個金融風暴 登東西啊 美國股市在一萬次 掉到了六千六百點 台北股市在九千八 那時候叫做馬英九防線嘛 九千八 六到三千九 台北股市跌了大概五千多點 那道琼就不用講 一萬四跌到六千多點 那是不是你要慢慢的聽我講 在那個跌的過程是一天跌完嗎 不是 它跌了一年多 那黃金呢 就從六百一路漲到一千九 美股市這樣下來 黃金是這樣上去 那這個過程當中 美股也會反彈 可是黃金呢 也會拉回 可是多頭還在持續在黃金這邊做 那美國股市的反彈就是假的 那後來黃金繼續漲 美股繼續大跌 老師你說這要做什麼 第一個 這個避險並沒有退 避險沒有退 沒有退的東西在這邊 看一下 這個叫什麼 每天都會給你看 每天都會說 這個叫什麼 比特幣 我把抬頭給大家看一下 這叫Bitcoin Coin就是硬幣 比特幣1243 它最高點 現貨價是看到一千三 可是期貨價大概一千兩百六十幾而已 六十五左右而已 你看看它是不是又要創新高了 同學你看一下 看是不是又要創新高了 期貨大概一百六十五左右而已 現貨曾經飆到一千三 那期貨又來了 有沒有看到 又快要創新高了 可見股市並不是真的要回升 這樣你聽不懂 明天後天 全世界有一個市場 有一個國家叫做法國 法國還要創總統 聽說那個也是黑天鵝 好不用急 我們來看看黑天鵝指數 是長什麼樣子 好 注意看 這個叫黑天鵝指數 CBOE是一個期貨交易所 在芝加哥齊權交易所 這個叫黑天鵝 SKEW INDUS 這個叫黑天鵝指數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英國脫歐 它習慣是過高點就拉回 過了一百五十在這邊 這個叫一百五 這個叫一百五 過了一定拉回 之後發生了 英國脫歐 全世界股市大跌兩三天就彈上去了 這一些都很接近 但這個位置又創歷史 又創這個高點 歷史高點一百五 五百五 這是什麼 一個月前 你說老師一個月前 嗯 就是因為這樣一個月前 這一個月以來 全世界股市不是跌下來了 不對嗎 他預告這一個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沒台沒錢說白航空飛彈 那美國說航空母艦開過 你不覺得很奧妙嗎 我說過一個月之內會出事 只要過一百五 老師 現在沒有過一百五 你在講什麼 這兩天又 有沒有看到 又來了 說不定 今天下午的 CBOE的黑天鵝指數就 上去了 那未來一個月 股市要好到哪裡 我看你要比較注意 如果他沒有上去呢 皆大歡喜啊 如果他上去 你 喔 股市還要拚比較黯一下喔 有時候反彈沒有賣 再跌很麻煩喔 今天台北股市起八十幾點 不是 有沒有 今天台北股市漲六十幾點啊 八十幾點啊 有沒有 今天台北股市漲八十幾點 是不是 八十幾點 八十四點 成交量七百億 大家都知道 反彈的過程要的是量 沒有量 你就要小心 好 那這個也提供我們標題所說的 下個禮拜開始 生計標 生計要標 因為很重要 講三次 生計要標 沒有成交量 未來一兩個月 最好就在這邊放而已 就漲生計股 我 很有把握 我才會跟你講這個話 好 那一樣啊 再來看看我們這一檔股票 叫四星KY 有沒有 來 比特幣的概念股 比特幣 對不對 比特幣昨天又大漲 你看他是不是要創新高了 投資朋友很有趣喔 投資朋友打電話跟我講說 老師 翻來翻去都沒有人在講 什麼叫比特幣概念 沒人說 是 沒人講 奇怪 沒人講 你說這個四星 人家都說他叫IC社企 那麼授權金 跟他一樣有金星科 金星科今天是漲停沒有錯 不過金星科之前跌得很慘 有沒有 金星科他今天漲停 這個叫金星科 從這個今年以來 上個月 三月份才上貴的 那跌成這樣子 破發 破發會反彈 200塊 拉到125 那為什麼為什麼四星在這裡 他在這裡而已 他們都 大家都是他們一樣的啊 都一樣的啊 可是這個在這邊啊 這個在這邊啊 那個四星科是這樣 四星科在這裡啊 金星科啦 沒人懂啦 沒人懂啦 沒人懂的全台灣只有我懂 我叫做華進投顧邱頂泰 只有我懂 我才能讓你賺這麼多錢 還要再買還要再加碼 這樣你聽不 這就是做高票的東西 十幾年前我做過一檔股票 大家想都沒講到叫育民 當時我VDI散裝航運指數 從800點 漲到了6000點 我才叫我會 因為全世界才覺得 哎呀 閃裝在動 可是沒人跟大家講喔 那年我回來 燙到 燙到 燙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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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點的破洛頂航運指數 漲到6000點 全世界的散裝才開始動 我叫我的會員 就在漲到6000點的時候 去買一檔股票叫育民 股價了5塊而已 你說老師 那散裝啊 800點起到6000點 才怕人了 錯 他再從6000點 標到了一萬兩千點 6000再標一倍 全世界散裝用標的 育民短短的5個月 漲10倍 10倍 你有依據你就好操作 現在全市場的人 全市場的人 都在關注我 剛才跟大家講的比特幣 全世界都在看 這個股票當然大家都在看 他沒有天天漲停啊 我每天叫你買 這幾 2017年這2月 2月初我才叫你買 這18塊 最高59塊 你這個乘以2 56 這個乘以2 58 你再怎麼賺都賺一倍 還沒漲完啦 有依據的操作 是最好操作的 這樣大家懂嗎 有依據的操作 是最好操作的 蘋果漲才有平概股啊 美光漲啊 才有這個所謂低潤的啊 你看最近低潤 你看 投資朋友再問我一件事 老師 你看看你這支股票 很可笑的耶 我也不知道你可笑什麼 我不知道你可笑什麼 艾普我賣在這裡 我怎麼賺 我剛剛不是在這裡 還不是在這邊 艾普還沒得到之前 我叫投資朋友 最後一批了 這些投資朋友 把他換到這裡漲這一段 誰比較厲害 艾普沒動了啦 低美光早就大跌了 結果喔 6531的前天開股 開這個法縮會有沒有 王聰人說我們這多好到多好 從此之後沒高點 全部倒給你 說這麼多都沒好 我們來說後禮拜要去什麼 我送你的股票有沒有這一檔 你不覺得怪怪的嗎 我們今天不講空的股票啦 談到月線再說啦 你不覺得怪怪的嗎 你不覺得怪怪的嗎 為什麼送你在這邊送你的時候 變這樣子 你不覺得怪怪的嗎 前兩天啊跟你講說 聯合怎麼樣 明天開標在這裡 講完在這裡 還有更棒的 還有更棒的 全世界現在喔 生計股票啦 但今年有一個族群 我們台灣還沒有動 叫軍工啦 還沒有動啦 全世界軍工概念股 到昨天晚上都寫 都寫到歷史新高了 我不知道你怎麼想 但是下禮拜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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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們憑良心講 這支股票叫有華啦 有華喔 前年啊 賺兩塊半 過年賺五塊 是 今年業績足跡成長 一個賺五塊的股票 比例上面六四八八啦 環球晶啦 台勝科啦 扣千百倍 那個都是賠錢的公司啊 一檔生計股 還能夠 有五六塊的實力 股價七八十塊而已 今天有一個重要的消息 我們在最後這個階段 因為時間有限 最後這裡來跟大家講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講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 生技醫療從現在開始 要變成中國大陸經濟的支柱 中國國務院總理 他創了一個李克強經濟指數 跟大家講一下 他說生技醫療 將成為中國的支柱 這也讓中國的生技股 極章展開一波狂飆的行情 同志朋友 趕快加入我的LINE 小老鼠Y1S528 YS528 趕快加入我的 台股新攻略這五個字 加入我的臉書 禮拜六禮拜天這兩天 在家裡好好看一下 我們的操作非常精彩 也歡迎趕快跟我們做聯繫 加入我們 真正讓你賺大錢的好機會 下個禮拜看生技飆 同志朋友下週見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都會有價值得到 不及的 我今天 有你在做過的